请听小说《仙逆》第2046章 刑罚入末 王林猛地睁开双眼 这一百多年的闭关王林已然今非细比一般 他神色平静不露喜怒 在他双目睁开的瞬间 其右手掌心内那小人也睁开了双眼 其目中露出睿智之芒 更是有推演之意一闪而过 在王林的手心内 这小人跪下向着王林磕头 连续磕了九次之后 随着王林右手握住 那小人立刻消失无影 浑眼道之术果然玄妙 王林喃喃中抬头看向上方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我在二十年前以此处推演 寻找让我杀戮雷霆阵身完全融合的奇迹 无数次的推演 终于被我找出融合此阵身 需要一样大凶之魂 只有这种大凶之魂 才有一丝可能 让杀戮雷霆融成真身 我推散出这等大凶之魂 会在我融真身之日 被人亲自送来 此魂果然来了 王林右手抬起一指上空 这一指之下 整个天空忽然出现了巨变 却见那黑白的交替 漠然一顿 就连那无数符文静置的闪烁 也不由的停止了下来 甚至那五行真身 也身影凝固一般 同样的 那嘶吼冲来的罗侯 其全身 默然停止前行 嘶吼戛然而止 整个虚幻的身子 竟如同静止一般 被凝固在了天地之间 其独木内仍有凶残 但是那凶残 却是也凝固住了 定身术 一字定身 此术以王林如今的修为 施展其威力惊天动地 在那罗侯被定住的刹那 黑白交替恢复 静置符文恢复 那五行真身同样恢复 紧接着 就见那无数符文 疯狂地涌向着 被静止的罗侯而去 瞬息一一冲入其虚幻的身体内 这罗侯的虚身 离开爆发出无尽的幽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吸收了所有的符文后 骤然缩小了小半 却见其独木内 那凶残消散 取而代之的 竟是一个虚幻的人影 此人 影子模糊 但很快就凝视起来 转眼之下 就化作了一个王林 这与王林一模一样的身影 脸上露出微笑 一步从那独木内走出 站在了天地之间 其全身 蕴含了磅礴的 尽致本源之力 这赫然就使 王林借着 大凶之魂的力量 凝聚出尽致本源真身 与此同时 只见那黑白交替的天幕内 出阳化作一道昌虹 瞬息融入这被静止在那里的罗侯身体内 自罗侯身子颤抖 其身躯再次缩小了一些之后 那独木中又一次出现了人形虚影 这虚影全身散发出明亮的光芒 如同太阳一般 寒笑中凝食 从那独木内走出 站在了那静置本源真身的旁边 此身正是王林百年闭关 以刘月之术 以盗王族创造洞府之力 取代天地运转 无数次黑夜与出阳交换后 凝聚出的太初本源真身 紧接着 却见了代表了黑暗的 磨灭本源 卷动整个天地的雾气 直奔到罗侯而去 瞬息融入其身 在这罗侯的身体 再次缩小 只有其之前庞大 身去一半之时 那独木充满了血丝 其内走出了第三具本源真身 默灭本源真身 一百年的时间 王林以盗王族之术 以刘月神通 使得太初与默灭 有了成为真身的感悟 可以成为真身 但他始终无法将 这些特殊本源真身 融合在一起 故而展开推演 最终借大胸之魂 去拨那一丝的可能 五个真身 都吸收那胸魂之力 借此胸魂存在的 相互吸引 让魂完整的本能 去融合尝试 密室内的王林 在他静置太初 默灭三大本源真身 出现的瞬间 双目露出了奇异之光 其身渐渐出现了 重叠虚影 更是有黑色的闪电 在其全身游走 却见那杀戮雷霆之身 最终出现一晃之下 穿透了这密室直奔天空而去 在去往天空之时 这杀戮雷霆之身 黑色的弧形电光 向着八方扩散 传出了轰隆隆的 雷鸣之音 百年的滋养 再次的炼化 这杀戮与我已然无法分开 不存在叛离之事 而且此杀戮本源 也因滋养有了凝聚成 真身的力量 能否武身荣医 就看这一次了 亡灵神色凝重 双手掐绝下其庞大的神念 轰然而去 笼罩天地 只见那杀戮雷霆之身 一晃之下直奔那被静止的 罗猴而去 漠然冲入其体内 这罗猴身体剧烈的颤抖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缩小 最终轰的一声 它消失无言 只有那一个巨大的独木 漂浮在半空 那独木暗淡无光远远一看 如同一个蛋 时间流逝 一注相后 却见这独木之上 出现了无数裂缝 最终轰然爆开 从其内走出了两个身影 那其中一个 正是早就凝聚了 真身的雷霆本源 那另外一个 则是一头黑发 充满了冷酷与无情的 杀戮真身 此真身在走出后 神色平静 抬头看着天空 一股惊人的气息 从其身体内散出 这股气息是毁灭众生 毁天灭地 代表了杀戮的本源之力 我 叫做陆墨 那黑发王林南南开口 他低下头目光扫过大地 那大地行宫内 所有的侍卫 在被这目光扫过的一瞬间 立刻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这不是因为疼痛与死亡 而是因为恐惧 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大殿内 那紫袍青年身子颤抖 他的心神也全部被恐惧弥漫 就算是那嫉妒皇子 此刻也是颤抖着身体 被惊恐弥漫 我 叫做陆墨 黑发王林突然抬头 向着天空一声低吼 但就在这时一声冷哼 从大地的那行宫内传出 在这冷哼落入着黑发王林 耳中的一瞬 他的低吼立刻停顿 神色露出痛苦与疯狂 趁着这个机会 却见那雷霆真身猛的转身 一晃之下 化作一道闪电 直奔着黑发王林而来 瞬息融入其身 使得四周黑色闪电 疯狂卷动 紧接着 禁至本源真身 双目一闪 一晃之下 化作无数符文禁制 形成了一场禁制风暴 轰轰来临 在那黑发王林咆哮间 融入其身 与此同时 那太初本源真身 磨灭本源真身 同时迈步 化作黑白两道光芒 瞬息临近 一一融入着黑发王林体内 哇 叫做陆墨 那黑发王林神色露出猙獰 咆哮沉默地嘶吼 其身体内立刻有了重叠 却是那其余四具真身之影出现 看其样子 似要将这些真身 逼出身体一样 没有人可以愈驾于我 我是陆墨 他嘶吼 他嘶吼当中身体内的虫别虚影竟然被逼离了数寸 看去颇为诡异 第二声冷哼传出 使得那黑发王林身子一颤的同时 五行真身出现在了黑发王林的上空 其千丈山区漠然缩小 爆发出了庞大的五行天地之力 化作一只大手 压下着黑发王林 我是陆墨 那黑发王林猛地抬头 双目露出毁灭之意 正要反抗挣扎的瞬间 其所在的四周方圆万丈内 立刻出现了一股惊天的威亚 这股威亚内存在了一股庞大的神念 这神念操控天地之力 狠狠地向着那黑发王林逼压而去 更是在这一刻 黑发王林的身后出现了一个罗猴的虚影 那罗猴的样子四分五裂 但却无数黑丝牵引连接 在这微压下慢慢地融合 随着其融合那黑发王林身体上的重叠虚影 赫然不再扩散 而是向内融入 因你是我王林的第二句真神 故你才是陆墨 从此之后你将代替我王林 行王某一切之敌 传王某毁灭之念 陆王某不利之魂 自明陆墨 道号刑法 一个浩荡的声音在这天地内回荡的刹那 却见这黑发王林身后的罗猴虚影 从四分五裂中完全融合 至于这黑发王林身体上那四个重叠虚影 更是随之完全融入其身 从此不分彼此 威压散去天地如常 黑发王林依旧黑发站在那里 缓缓的抬起头 我是刑法陆墨 其身平静 透出无尽病冷 没有丝毫情绪 无情至极 它代表了王林的杀机与毁灭 会让苍天一颤 大地抖动 让一切亡灵之敌 为之恐惧 其抬头当中的冷漠的目光 向着远处一扫 这一眼之下 似刻已穿透无尽距离 直接落在了那十股皇城外 原始山一端的牛角上 那潘西坐在那里 此刻一脸震惊的宋天 不好 宋天身子一颤 倒吸口气 起身下意识的站起 神色大变中 右手一把抓住吃满 身体默然飞起 就在其飞起的瞬间 它方才盘膝而坐的 那一端牛角轰然坍塌 化作大量的碎石脱落 罗侯郡内 在那罗侯大凶之魂 被亡灵吞噬吸收 借来融合杀戮之魂的刹那 大殿内的忌都 整个人身子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在这口鲜血 喷洒而出的瞬间 他体内似有一道 无形的封印 漠然崩溃被打开 基督皇子双眼 流出奇异之魂 他能感受到 自己身体内 似有一股力量在苏醒 这股力量充斥其全身 让他闭上了双眼 大殿外 天地之间 黑发亡灵杀戮 真身缓缓收回了 看向那十股 皇城原始山的目光 其目内一片冷漠 无情至极 在其旁边 则是五色光芒 转动的 王林五行真身 这两具真身 尽管相貌一样 但却给人的感觉 却是迥然不同 那五行真身 代表了王林一生的修为 会给人一种柔和 但却属于强者的威压 那杀戮真身 代表了王林这一生的血腥 冰冷中透出无情 让人望之心寒 不敢接触 真身归位 半晌之后 一个平静的声音 从那大殿密室内传出 回绕天地间 五行真身猛的低头 看向行宫密室 其身一晃 化作五色长虹 直奔大地而去 转眼消失不见 至于那杀戮真身 同样没有丝毫犹豫 与迟疑 一头黑发飘摇 一身黑衣被风吹打 缓步走向大地 化作一片黑丝 渐渐消散 在行宫内的那密室中 王林盘息而坐 其身前五行真身 与杀戮真身 平静地站在那里 他看着这两具真身 双目露出凝重之意 百年的修行 终宁成了这杀戮真身 眼下就要看看 与我本体融合归位后 修为能否从之前的 空节大圆满 再攀升一步 若修为可以再次提高 或许 我就可以完全驱除 那仙皇连道真魂内的 祖术之力 彻底操控死魂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从这两具真身上收回 看向了密室半空中 那被灵魂之火焚烧炼化了 百年的仙皇之魂 死魂金光闪烁间 其内的挥败之感 已然不再蔓延而是被凝成了婴儿全头大小的一团 在那仙皇魂的体内 无法被最终驱除 我的修为与旁人完全不同 空节大圆满之后 会有天尊与月天尊两个后人加进去的称号 而实际上 无论是天尊也好 月天尊也罢 全部都是属于空节大圆满的范畴 而我每一次修为的提高 是按照境界来划分的 王林忽然有了期待 他想要知道 自己若真的修为提高 那么从空节大圆满后的那一步 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大天尊嘛 一或者是 王林目中露出狂热喃喃起来 一或者是第四步 只是这天地间真的有第四步存在吗 莫非先祖古祖等人 就是第四步 王林目光闪烁下 压下心中的期待之感 右手抬起一指五行真身 莫然间此真身一步迈来 与王林身体瞬息重叠 盘膝坐下时完全融入一体 不分彼此 在那五行真身融合的一瞬间 王林白发无风自动 体内修为轰然运转 于刹那中就处于了空节大圆满 而且百年的闭关修为 他精神饱满 体内修为昂然磅礴 处于身体的巅峰之时 望着那黑发杀戮真身 王林咬牙之下 目露果断 右手抬起向着杀戮真身一指 却将那杀戮真身猛的抬头 以那无情的目光看向王林 抬起脚步 一步步走来 转眼之下 这杀戮真身就临近王林 其脚步没有停顿 与王林盘膝的身影 渐渐重叠之后 转身盘膝 与王林的身体完全重叠 慢慢的融合起来 随着融合的过程持续 王林眼中渐渐露出了迷茫 与此同时 其体内修为轰然暴增起来 这种增加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掀起天地变化 使得王林的修为 似打破了某个瓶颈向着超越空节大圆满的另一个奇异的境界 轰然而去 在这个过程中 其修为瞬息就超越了后人制定的所谓天尊 在那不断的攀升下 更是直接达到了所谓的月天尊的称号 还在持续 没有丝毫要停顿的迹象 王林目中的迷茫越来越浓 隐隐的似失去了神志处于一种虚幻的感觉之内 随着其修为的不断攀升 从那月天尊层次度过后 向着另一个界线再次涌去 这一层界线 就是那大天尊之线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那杀戮真身与王林的本体融合 此时已然完成了大半 只剩下不多的重叠 似很快就可以完全融合为一体之时 王林目中露出一片荧光 在那光芒之下的双眼 全部都是迷茫与不解 最终其脑海轰的一声 王林好似灵魂脱壳一般 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肉身内飘离而出 穿透了肉身的线制 穿透了这密室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天空不是碧蓝一片 没有日月星辰 似这苍茫天地 于此刻之时就只剩下了王林一魂的存 他望着大地 大地被一片白雾弥漫 他看不透 他望着天空 天空被一片细密的 但却似有其规则的一条条细线缭绕 那条条细线 每一条都拥有其规则 这就是天 王林迷茫 他看不到天 看到的只有这一条条细线 哪怕他展开全力去望 也只是看到那无尽的细线之后 还存在着更多的细线 无边无际 没有尽头 带着迷茫 王林想要向着上方飞去 他隐忧中感觉 若自己能踏出这片无边线条 则他可以迈出那空节大圆满后的第一步 这一步将是一次生命的飞跃 将是一次其惊人的蜕变 如化剪成蝶 破开飞出的一幕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越加深刻 好似埋藏在他灵魂深处一样 沉默了片刻 王林猛的抬头 其目中尽管还有迷茫 但更多的却是果断 他不假思索 向着那无尽的线条 漠然冲去 一路起诉之快 他自己也无法感受清晰 但他却在这不断的前行中 冲入到了那如海一般的 无尽线条之内 任由那些线条缭绕身体 可却依旧前行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王林的前方 在那无边线条之海中 他看到了一座桥 准确的说 这不是一座桥 而是九座 在此桥之后 还有一座如彩虹一般挂在那里 其后 还有 一座座彩虹一般的桥 排列在茫然之内 散发出一股洪荒古老的气息 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似在这天地诞生之时 他们就存在了 在那遥远的第九座桥后 有一片虚幻之木 其内似另有天地 隐隐可见 仿若有人影存在 但当王林仔细看时 却是什么也看不到 一片模糊 塔天之桥 王林南南 他看到了在前方 第一座桥下竖着一个巨大的石碑 这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 这字体很是奇异 王林这一生从未见过 但此刻 却是在看到这四个字的瞬间脑海那面 诡异地浮现出其含义 在那石碑上 除了这四个字之外 还有一行小字 王林沉默中看了过去 塔天路 空灭道 不朽魂 众生败 王林神情一阵恍惚 他当年隐隐听说过 若这世间真的有第四步存在 其名则为塔天 站在那第一座桥外 虚久之后 王林神情的恍惚渐渐消散 他双目露出金光 又沉默了少景后 猛地抬头向着那第一座桥走去 一步一步 那第一座桥看似很近 但实际上走去 却是用了数个时辰 当王林站在那桥下之时 他终于看清了这第一座桥的一切 此桥竟是虚幻的 没有任何实质 可以看到 但神识 但却无法感受 尤其是其上散出的古老气息 绝非人力可以修建而出 塔天之桥 王林右手抬起 向着眼前这座桥轻轻一摸 但却轻而易举的穿透过去 他一愣当中 右手放在面前仔细一看 却见其手中有一些晶莹的光芒颗粒缭绕 那每一个颗粒内都存在了磅礴的生机 渐渐地从王林手中飞起 重新回到了第一座桥内 闭上双眼 王林站在那里直直半炷香后 他双目默然开合 脚步立刻抬起 一步走向了踏天第一桥 在其走上此桥的一瞬 王林立刻惊喜地感受到 自己如今存在于此地的灵魂之体 如同升华一般 好似有大量的天地法则 被他清晰地了解 这种感觉他从未有过 整个人站在那桥上一动不动 许久 王林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看向此桥的目光露出了一丝奇异 他迈出脚步 向前一步步走去 当他走到这第一座桥的尽头时 那种天地规则的变化 他仿若已然烙印在了心神中 不可磨灭 抬头看向远处 在那遥远的第九座桥后 那模糊的虚幻之影 此刻略有清晰 那里好似是一处鸟语花香之地 但是其内的人影却是依旧模糊 甚至连有几个人都看不出来 沉默中 王林走下了这第一座桥 向这前方踏天第二桥 缓缓走去 他有种强烈的感觉 若自己可以走过这九座桥 看清那虚幻之景内的一切之时 他就可以突破第三步 踏入那传说中的踏天之道内 第一座桥与第二座桥之间 依旧是看似很近 但实际上 王林感觉是一直飞出树日之后 才来到这第二座桥下 此桥比之第一座要庞大数倍以上 站在那桥下 王林没有犹豫 一步迈上 在其脚步落下的一瞬间 其灵魂之体轰鸣 好似要崩溃一般 似以他的修为要踏上此桥 不够资格一般 在轰鸣中 王林脑海似被炸开 天旋地转之间 他似神识与灵魂被分离开来 他隐隐看到了 大地的雾气 深处有一片大陆 那大陆他很熟悉 左侧七十二周 右侧三十六郡 中间一片苍茫盘地间 有一个竖起的海洋 在疯狂地旋转 至于那海洋的深处 他看到了九个巨大的柱子 连成了一个门的形状 那门紧闭 没有打开 踏天 我如今是否就是在踏天 王林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望着下方的大地沉默中 他看向了先祖的方向 在他看去 整个先祖七十二周忽然改变 赫然化作了七十二尊 猙獰的凶兽 那七十二尊凶兽向着天空咆哮 其内有天牛 有那绿摩蝎 还有更多他曾经在天尊涅内 看到过的一尊尊天外凶兽 这些凶兽 似发觉了王林的存在 与其目光 此刻嘶吼间 王林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们在恐惧 但是那恐惧当中 却是还含有其他的含义 此刻在王林闭关冲击空节之后 那传说中的境界的一刻 先祖的大地上突然地面轻微地震动起来 七十二周都在震动 一股股微压扩散 让先祖的修士一个个清晰地感受到了 同时更是茫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凡有镇压之庙存在的地方 那一处处庙宇正是各州震动的中心 这震动越加剧烈 引起了先祖大地上的诸多强者的注意 他们亥然中一个个飞起看向大地 却见各自所在的州内 被镇压的天外之寿的魂 赫然有了不稳的迹象 竟随着这大地的震动暴躁起来的同时 有了要幻化出现的不可思议的一幕 天牛洲上 一尊巨大的天牛第一个出现 其庞大的身影虚幻 笼罩整个天牛洲 这巨大的天牛仰天咆哮 目中露出激动的同时 更是被恐惧弥漫 但更多的却是哀求 哀求那天空之上 他感受到了其一存在将其释放出来 让其自由 随着天牛的出现 更多的七十二周镇压的天外之寿的魂 陆续在各州幻化出来 即便是一些传说中已然成为了死魂的存在 竟也一一出现 虽说他们幻化出的虚影一片模糊 但是那恐惧当中透出哀求的仰天嘶吼 却是同样的惊人 仙族那几乎所有的修士 都看到了各州这惊天动地的一幕 他们茫然当中更多的却是惊慌 那地面的颤抖越加的剧烈 随着幻化出的一尊尊凶兽持续的嘶吼 似要出现一场大乱 发生了什么事情 道一宗内那道一大天尊 一飞而起站在天底间 他神色阴沉中更是有一丝惊恐 以他的修为清晰地感受到 整个仙族七十二州 赫然全部出现了这样的巨变 他盯着前方 那从山海州内幻化出的一棵参天大树 此处枝条舞动传出了斯明 该死的 这尊天外妖术不是已经死了吗 竟还有魂在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莫非是组成皇宫的那镰倒飞镇压出了问题 道一望着那巨树倒歇了口气 与此同时 在那北周之地 无风看着远处那天地间一尊巨大的冰川巨人 同样是一脸阴沉蕴含了惊恐之意 还有那紫阳宗内 双子大天尊 骑骑飞出 看着天地皱起了眉头 祖城内地山中 九帝大天尊背着双手望着天地的一幕 他看似如常 但双眼瞳孔的收缩却是将其此刻的震惊表露出来 底宫没有出现问题 连道飞依旧沉睡 即便是如此 也一直在这镇压七十二尊天外之魂 在九帝身后 孩子盘歇而坐 从闭目中睁开双眼 推算出结果了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连那些装死的天外之灵都不惜一切的扬天嘶吼哀求起来 他们感应到了什么 九帝声音冰冷 但其内心却是有一种恐惧 他看着天空之上 但却什么也看不到 只是那七十二尊天外之灵明明是在向天哀求 孩子沉默双手 掐血当中 其右手手心内出现了一个小人 不断地向其磕头 但孩子的眉头却是紧皱一无所获 他目光一闪 突然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鲜血 落在那手心小人之上 这小人立刻成为了血色 发出了凄厉的嘀吼 向着孩子再次磕头 这一次 孩子身体默然一震 一个亮相间面色瞬间苍白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他们感受到了一道踏天之木 在我仙纲大陆的天空上看向他们 什么 九地面色大变 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 猛地抬头盯着天空 他突然有种毛骨悚然之感 除了天他什么也看不到 但他却是可以想象得出 此刻有一道目光从那天外 正注视着仙纲大陆 或许正注视着自己 大天 这 九地身子一颤 其体内修为竟无法操控 一般使得其身体从衰老 顺速成为了中年 但又立刻化作了老者不断的变化 足以表露出其心经 亡灵望着仙族大帝 望着那七十二尊天外之兽 向自己恐惧中透出哀求的嘶吼 他更是看到了在那仙族的大地上 道一的震撼 武风的惊恐 双子的不解 还有那来自地山中九地的目光 他看到了他们 但他们却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亡灵的目光在落向祖城时 从九地身边扫过 而此刻也正是九地 看向天空毛骨悚然的一瞬 他看到了孩子 看到了那祖城皇宫下的地宫中 化作山峰的连道飞 晚辈周落九 参见前辈 前辈有何吩咐 晚辈必定全力完成 地山之上九地面色苍白 他甚至迅速飞起向着天空默然一拜 他自从成为了大天尊之后 从未向人如此拜过 但此刻他却是被恐惧弥漫神色 极为恭敬向天拜去 只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直至这仙族七十二周幻化的天外之寿虚影 那嘶吼成为了绝望 渐渐地哀求 更深最终一一消散 使得大地恢复如常 不再震动后 孩子身躯颤抖 轻声开口 此人已经走了 九地听闻此话 依旧恭敬地拜在那里 直至又过去了一炷香后 这才抬起身 苍白着面孔身体落下 亡灵收回了看向仙族的目光 他在之前看到天牛石 看到了连道飞石 又过想要将他们救出的念头 但他却是做不到 沉默中 他把目光看向了古族的方向 在这目光落下的刹那 整个古族爆发出了 与仙族之前一样的震动 大地颤抖三十六郡内 三十六尊天外凶兽 一一幻化出来 其内更是有那被亡灵 吞噬了部分灵魂的罗侯 那罗侯此刻身影完全幻化 其头颅是一个巨大的肉球 看起来好似修真星一般 尾部如同龙尾 而且不是一条 而是九条之多 仰天丝吼 透出哀求之意 玄罗从闭关内惊醒 立刻飞出 看着天地的一抹 他倒吸了口气 还有那十股一脉的宋天 此刻在半空中 对于这三十郡的变化 目瞪口呆 这 这莫非与那亡灵有关 不可能 如此惊人的一幕 绝不会与此人有丝毫关联 几股一脉中 很是神秘的那位大天尊 此刻也是在其闭关的地方 阴沉地感受着这一幕 王林看到了这一切 最终目光落在了那古道山上 那高耸的塔楼之内 看到了顶层被片雾气缭绕的身影 一声叹息从那身影口中传出 他睁开了双眼 其目内一片平静 抬头看向天空的一瞬 似看到了王林的目光 二人目光碰触了一瞬 王林也感应到了 这位仙纲大陆的第一强者 他的的确确看到了自己 你中到了这一层的境界 现在你是在第几座桥上 那迷雾中的身影缓缓开口 第二桥 你呢 王林沉默片刻缓缓传出神念 以他如今的修为 依旧是看不到那迷雾那着古道大天尊的相貌 我在多年前踏过了第五桥 一直在第六桥之步 若渡过了第九桥 是否就是那第四步 王林平静地问道 我不知晓 古往今来没有人 没有人踏过第九桥 迷雾中的身影轻声说道 没有人 那古祖与仙祖呢 他们都是踏过了第八桥 在第九桥之步 那这踏天之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王林问出了他的疑惑 仙岗大陆很大 可在天外还有更多的大陆 按照我的理解 这踏天之桥 是对所有生灵一个共同的道路 古道大天尊轻叹一声 话语当中含有一丝迷茫 或许就算是他也对这个问题不解 王林沉默 慢慢地收回了目光 老说仙意第2049章 止步 王林的目光缓缓收回 最后一眼 看向了那古族与仙族之间 竖起卷动的苍茫之海内 那九根柱子组成的太古神境之门上 只是 即便是以他如今站在那第二座踏天 之桥上的修为 看向那太古神境 依旧是看不清晰 自此太古神境的存在 要远远超过了如今王林的能力 宁望那卷动如风暴一般的苍茫之海 许久 王林闭上了双眼 当他双目闭合的一瞬间 他的目光消失在了县岗大陆上 再次睁开双眼时 他依旧是站在这未知的奇异空间 那庞大的第二座踏天之桥上 只是低头看时 王林看到自己尽管还是站在此桥上 但却不是桥手 而是那桥墨 似乎之前的一切都是他迈出的那几步 走过此桥的过程上那一瞬间发生的 若梦幻不真 分辨不清了 望着这座踏天之桥 望着其远处那第三第四 直至第九座桥 还有那第九座桥之后 模糊虚幻的景物 看不清 很遥远 看着看着 就连心也觉得遥远起来 仿佛这一座座桥代表了一个个不可攀越的高峰 让人在山峰下不由的掀起了止步的念头 这个念头刚一滋生 就无限的放大 直至弥漫了王林的全身 自在他的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轻声喃喃 让他回头离开这里 不要再走下去 不要再走向那余下的七座桥 王林站在这第二座桥的末端 只需抬起一步 就可走下此桥 完整的踏过第二桥 但是这最后一步 他却是始终无法抬起 时间缓缓流逝 似过去了很久很久 王林依旧站在那里 望着前方神色一片平静 但却轻叹一声 右脚抬起 一步落下走出了这第二桥 走过了这踏天第二桥 是自问吗 若道心不见 若没有一股逆天之意 若没有需要用生命守护的执着 或许在这一步当中就应该退缩了 王林喃喃向着那远处踏天第三桥 一步步走去 那第三桥很遥远 又很近 只是王林走了三天 还是没有走到那桥下 他又走了三天 依旧如此 再次三天 望去远处 那第三桥依旧是很遥远 又很近 直至第九天之后 王林停止了脚步 他站在原地 沉默了片刻 猛地抬头 目中露出奇异之盲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他不用肉眼去看 不用神识去感应 而是在这闭目中 封锁自身神识 不去看那第三桥所在的位置 不去看那第三桥所在的方向 而是凭空抬起脚步 随意地走去 一步一步 在他走出到第九步的一瞬间 他忽然听到了身边出现了 阵阵的鸟儿的清明 还有那柔和的光芒 透过其眼皮 似映在了他的瞳孔中 他的鼻尖闻到了一股 雨后泥土的芳香 还有那让他熟悉的感觉与气息 那是木屑的味道 与烟草的辛辣 他的脚步一顿 铁猪啊 书读得怎么样了呀 你要好好读书 明年就是县里的大考了 你以后有没有出息 可就全看这一次了 可别像我一样 这辈子就待在村里了 哎 行了 你天天唠叨 要我说啊 我们家铁柱一定能靠上 那是他爹娘的声音 这声音阔别了数千年 于此刻回到 那么的真实 好似带着王林回到了数千年前 那宁静的山村中 王林静静的站在那里 听着爹娘的声音 眼角不知觉的流下了泪水 他的心底有一个声音 那声音不断的呢 让他睁开双眼 去看一看自己的爹娘 但与此同时 王林的内心也有明悟 他此刻若是睁开了双眼 那么就会在这踏天第三桥中止步了 第一桥 容天地规则于神室之内 第二桥感受踏天之目 但却需要自问道心肩膀 王林之前不懂这自问何用 为何那第二桥的末端会出现这样的迟疑 但他现在明白了 这第三桥 或许就是心魔 若道心肩 一路走过去 任凭一声如画面闪过 心许丝毫不动 那么他就能走过这第三桥 可一旦睁开双眼 他就需要直接去面对心魔 面对自己的一生 如此一来 走过这第三桥的把握 将无限的减少 那耳边爹娘的声音还在 王林的眼角泪水更多 但他却是此刻没有丝毫的迟疑 睁开了双眼 在他双眼睁开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熟悉的屋舍 熟悉的院子 熟悉的桌子上放着饭菜 他看到了一旁 拿着烟枪在地上 倾刻几下 满脸岁月皱纹的父亲 看到了他严厉的目光下 那属于亲情的柔和 他看到了母亲 端着刚热出的饭菜 从屋舍内走出 头发上有一些白发 不多 被黑发隐藏 但王林还是看到了 母亲或许在外人看来 并不美丽 但是在王林的心中 母亲是最美丽的 她心中永远的 避风的地方 看着爹娘 看着熟悉的一幕幕 王林尽管流着眼泪 但脸上却是露出了微笑 他望着眼前的这一切 在他睁开双目后 缓缓的消散 直至化作了虚无 他明知道是假的 但也要去看一眼 当这一幕成为了破碎 王林依旧是站在第二桥下 距离第三桥 遥遥 他的爹娘不是修士 只是凡人 无法复活轮回 是一个凡人最好的归宿 但即便是轮回了 可那属于王林的记忆 却是永恒的 他不会抹去 因为这比他的生命 还要重要 或许 如婉儿出现 我在知晓是假之后 我不知自己会不会继续睁开双眼 但爹娘的出现 我明知是假 也依旧会睁眼 王林楠楠 谁来制定 面对以往的记忆 面对那虚幻而出 仿若心魔一般的存在 必须要闭着双眼 不去理会 要保持一颗坚定的道心 不被心魔影响 谁来规定 必须要坚定道心 才可渡过此第三桥 又是谁来规定 这是走过此桥的唯一方法 王林双目一闪 亲情 爱情 友情 是我王林这一生最珍贵的存在 我何必要闭目不开 我要睁着双眼 去看那一切 去打开道心 容纳一切 王林深吸口气 再次向前走去 九步之后 他再次看到了父母的身影 再次九步 他看到了木兵梅 李千梅 还有李木碗 又是九步 他看到了王平 看到了那可怜的孩子 拉着自己的手 执着 但却认真地对自己说 他修道 是为了陪伴父亲一辈子 他不想这个世界 只留下父亲孤独的背影 如果真的要孤独下去 那么他希望 在父亲的背影旁边 还有他的存在 王林看到了司徒南 看到了清水 看到了顿天 看到了老猪雀 看到了很多对他有恩之人 他望着他们 望着那一个个面孔 没有闭目 一路走去 大头 红蝶 青霜 周易 青林 等等诸多之人 王林四从这些人的出现 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一路走去中 王林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哭了 笑了 痛了 背了 一步步 他自己也不知走了多久 不知何时走上了第三桥 最终眼前的一切 全部烟消云散后 他站在了第三座桥的末端 站在了那里 他轻叹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 许久 转身一步迈出 走下了第三桥 遥远的地方 室内第四桥的所在 顺其看去 在那更远的地方 第九桥后的虚幻 隐隐有了一丝清晰 但是王林还是无法看透 他只能略看出 室内虚幻内的身影是两个人 带着对一声 记忆的回旋 带着那方才哭过 笑过 背过的追忆 王林向着前方走去 数日之后 他的眼前是那踏天第四桥 此桥比之前更为庞大 看去如庞然大物 存在了这奇异的空间内 一股微压隐隐散出 笼罩四周 王林望着此桥 沉默了片刻之后 他抬起脚步 但就在其脚步落下的一瞬间 他的右脚却是直接穿透了此桥 一步落空 与此同时 这踏天第四桥 在王林面前 默然一阵化作点点金光 消失开来的同时 齐齐向着王林卷来 在其身体外 回旋成漩涡 形成了一股莫大的吸扯之力 将王林的身影吞噬 消失在了这里 在王林被吞噬的一刹那 于仙岗大陆 古足大帝 十股一脉 区域十二郡中的罗侯郡 济都行宫密室内 盘西打坐的王林猛的睁开双眼 他的目中露出迷茫 久久不散 他的身体上 那杀戮真身已然完全融合 与其身体不分彼此 再没有丝毫的重叠虚影 在他的身后 有虚本源的光团漂浮 在他的身前 则是那先皇之魂 被其灵魂之火包裹炼化 密室内一片安静 只有王林略微急促的呼吸声 慢慢回旋 踏天路 空灭道 不朽魂 众生败 踏天九桥 我只走过了三桥 与第四桥 直步 王林深吸口气 抬头望着上方 目中的迷茫渐渐消散 被坚定取代 《仙逆》第两千零五十章 黑白金 在王林云那密室内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古族古道山那高塔顶层 被迷雾笼罩的身影轻叹一声 还有四百年 仙族大陆在那之前的七十二陵散魂而出 哀求苍天之后慢慢的平静下来 但整个仙族大陆唯一知道此时端倪的大天尊九弟 却是内心不安 即便是打坐中 也时而抬头看向天空 露出敬畏与渴望 他这一生渴望的 就是那种传说中的境界 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那一步 古道大天尊之所以是仙纲最强者 他一定是走上了那一步 不知我何时能有这一天 九弟沉默神色复杂 长叹起来 在这地山上 此刻孩子一身白衣站在山顶 山风吹来将其衣衫舞动中 他神色露出迟疑与迷惑 他在之前的推演中 感受到了一股熟悉 他没有对九弟说出 就算是他自身 也怀疑自己的熟悉是错觉 古足大地上 十股一脉的皇城外 那原始山上大天尊宋天 此刻面色隐隐苍白 复杂地看着远处 不知在想些什么 师尊 其身后传来吃满犹豫的声音 给我闭嘴 宋天没有回头 打断了那吃满的话语 此刻的他什么都不想去听 他要好好地思索一下 方才的古足三十六郡巨变 是否与那王民的闭关有关系 尽管他自己不认为会存在关联 但他却是依旧有那万一的念头 万一真有关联 他宋天就需要改变一些决定与思绪 罢了 本尊去会会就是 片刻之后 宋天目光一闪 其右手抬起意志虚空 立刻就见其前方天空传来一声轰鸣 八方天地之力 漠然卷动而来 使得风云色变中 却见一道巨大的裂缝 漠然从天幕内被生生撕开 一个莫大的头颅 从那裂缝内钻了出来 此头颅全身青色 头有双脚 赫然就是一尊骨膜 大量的黑气缭绕这骨膜的全身 他发出了嘶吼 从那裂缝内伸出两只巨大的爪子 在那砰砰轰鸣间 将这裂缝再次撕开了大半 整个身子钻了出来 其身体竟有万丈之高 走出之后 仰天嘶吼 向着宋天单膝跪下 看着眼前这个庞大的骨膜 宋天目光一闪 左手在额头一拍 顿时一缕青丝从其眉心闪烁飞出 直奔那骨膜眉心钻入其内 消失不见 宋天盘膝坐下 闭目不动 但那骨膜却是双眼露出了滔天的金光 猛的抬头神色露出了阴沉 一晃之下重新回到了那裂缝内 一把抓着裂缝并拢 消失不见 在这骨膜消失的同时 那罗侯卷内 亡灵深深的呼出口气 眼中露出坚定 他感受了一下体内的修为 伴想之后 眉头略为皱起 他自己也分辨不清 如今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修为 他已经突破了空节大圆满 但却不属于大天尊 甚至在他感觉所谓的大天尊 似乎距离自己如今的境界 要相差半步 这半步看似很短 但实际上却是难以跨越的一道沟壑 断步踏天境 王灵揉了揉眉心 看向身前被他灵魂之火 焚炼了百年的先皇之魂 此魂内 那如婴儿拳头大小的祖树灰团 以他之前的修为始终难以全部莲花 此刻目光一闪 王灵右手抬起象征的先皇之魂一抓 此魂立刻飞来落在他的手心内 在他抓住此魂的瞬间 其外那属于王灵的灵魂之火消失于其手中 只剩下这先皇魂闭目存在 望着此魂 王灵眼中露出古怪 他如今有种错觉 似乎自己不需要太过废尸 就可以轻易的驱散了这先皇魂内的祖树一样 这自然与这祖树存在不多 而且当年被九弟等人分散 再加上王灵百年焚炼有关 但就算如此 以王灵之前的修为 也需要以灵魂之火焚炼第二个百年之后才可去除 带着那墓中的古怪 王灵左手食指点向那先皇之魂 一直穿透进去 碰到了魂内那一团灰气 三 王灵轻声开口 在其这一个字出口的刹那 却见着密室内立刻出现了扭曲 似有无数线条隐隐幻化 缭绕四周之中突然凝聚于王灵的左手食指 随着其食指涌入先皇魂内的那团灰气中 这团灰气漠然颤抖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消散开来不复存在 如此轻易的就驱散了这先祖的小部分祖树残余 王灵双眼露出明亮之毛 就在这时 那先皇魂因没有了祖树的伤害 双目一颤似要睁开双眼 王灵没有出手 而是看着先皇连道针之魂 在睁开双眼看到自己的一瞬间 露出短暂的茫然后 化作了一股怨毒与阴痕 王灵 一缕魂念充斥王灵心神而起 但对于王灵来说 这缕神念却是微不足道一样 看到王灵竟然没有丝毫影响 那先皇连道针之魂一愣 但就在他愣了一下的刹那 王灵抓着他的右手 默然一捏 这一捏当中一股大力轰入先皇魂内 砰了一声 这一代先皇连道针彻底的死亡 其灵魂化作一团雾气 眼看就要消散 但王灵却是双眼露出金光 左手虚空一抓 立刻在这密室外的天地间 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头颅 那是先祖的头颅 随着其出现 一股金色的光芒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引动天地弥漫了浓浓的仙气 以魂为也 容 王灵低声大袖一甩 立刻那先皇连道针浑锁化的雾气化作七缕 穿透着密室直奔天空的仙祖头颅而去 七缕雾气直奔着头颅蹊跷 王灵身子默然站起一晃之下 于百年内第一次走出了密室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在那仙祖头颅前方起双手抬起向天一挥 立刻在那先祖头颅后面赫然出现了一轮巨大的太阳 那太阳是黑白二色 只有轮廓 没有如真正的大天尊那样实质一般 以我之前的修为 做不到这一点 但如今我应该可以做到 以连道针之魂为引 融化先祖头颅 将其炼于我的大天尊之阳内 如此一来 就可使得我的大天尊之阳完全凝聚出来 王灵目光一闪 双手掐绝 一道道清光落入那仙祖头颅中 随着那连道针之魂七旅进入到仙祖头颅七窍 此头颅立刻震动起来 此刻天空一片朦胧 阵阵微压从天而降 笼罩八方之下 就算距离很远 也可以清晰感受 却见在王灵的不断打出印诀之下 那仙祖头颅的震动越加剧烈 有一道道细密的裂缝出现 最终弥漫了整个头颅 但却没有碎开 也没有融化的迹象 王灵默不作声 双手掐去当中突然张开口 吐出了一股青色火焰 瞬息缭绕那仙祖头颅 熊熊的燃烧之下 这头颅终于有了融化 在其融化的一刻 那王灵的黑白二色大天尊之阳 将这头颅笼罩在内 爆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急速地吸收起来 只不过 那头颅融化的速度 却是略有缓慢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仿若有了停滞 不愧是走过了 踏天第八桥的仙祖 哪怕死亡了这么多年 仅仅一个头颅 就如此难以练花 王灵南南 他也曾考虑过 到底是谁杀的如此修为的仙祖 但却没有丝毫的线索 不过 这终究也只是一个头颅罢了 王灵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 立刻这朦胧的天幕内赫然一变 竟然有无数细思幻化出来 这些细思旁人看不到 唯有修为到了大天尊之后 才可隐隐感受 但若想要操控 就连是大天尊 也只是摸索到了边缘而已 也只有踏出了那一步 走上了踏天第一桥后 方可如王灵这样 真正的从天地内抽取而用 难怪传闻中 古道大天尊可以击杀 其余大天尊 而且据说数万年前的那一战 死在他手中的大天尊 有数位之多 这等操控天地规则的力量 击杀大天尊 不难 王灵目光闪动 喃喃自语 先祖毕竟是走过了 第八桥之人 他的头颅融合到 我的大天尊之羊内 将会成为我极强一样的 助力与法宝 也就是在这时 王灵万丈之外的天空 突然传出了轰鸣之声 却见一道巨大的裂缝 被凭空生生撕开 大量的黑气从这裂缝内 扩散出来时 一个硕大的古魔头颅 连同其庞大的身躯 默然钻出 但就在这古魔钻出的瞬间 他神色忽然愣了一下 在这古魔体内有颂天神念 他隐隐感受到了此地的奇异 神色突然大变 他看到了远处的王灵 根本就没有理会自己 而是右手虚空一捏 好似抓住了无数细丝 扯动之下 将这些细丝全部挥向了先祖头颅 更是腰迫舌尖喷出一口鲜血 随着那些细丝落在此头颅中 在这一刹那 这先祖头颅轰的一声 开始了大量的融化 不断的被王灵的大天尊之羊吸收 渐渐的这黑白二色的大天尊之羊 快速的凝视中 竟出现了第三色 金色 操控天地规则 这 这突然出现的古魔 发出了难以置信的煎呼